就是这一幕男子冲进收音台后 只听到女店员一声尖叫 人就被压在地上 双眼被男子徒手挖眼 震惊社会的挖眼案 让30岁的女店员 接受两次冲件手术 女店员牵着妈妈的手 还反过来要她不要担心 但手术顺利保住视力 却难保术后没有并发症 来自各界的捐款 潘家人原本谢绝叙收 为了妹妹的未来决定不推辞 挖眼事件引发全台关注 民众热心掏钱想帮助 屏隆县长却贴出这一篇 宣传自己的政机宠物公园2.0完工 但这个时机点喷文 被网友留言炮轰 一个人不如一条狗 宁可发肺闻 都不好好想想处理挖眼案 他下次会不会挖毛孩的眼睛 我就问你了孟安 人民父母官只有口头说了 遗憾两个字 让当地村民感受不到 政府对治安的有力作为 也让村民继续活在 生活的恐惧当中 记得张春华评论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